一人杨千佩在2019年最后一天,晒出了整年回顾的九宫格照片,而其中唯独左上角一张黑白照。 而这张照片也是杨千佩和高以祥的两张合照拼图。 两人相识16年,也因为高以祥的促势,让杨千佩在跨年倒数前发文。 离开的我也很想念。杨千佩的回顾九宫格照片里,除了有孩子,老公,朋友,也晒出了已故的好友高以祥。 发文也写道,这九张都凑齐了,也是我心中最重要的部分,就是家人,朋友,孩子。 2014.2019的最后一天。跟他们一起度过我很幸福。离开的我也很想念。希望你们也是。 而其实在高以祥促事消息曝光后。杨千佩就难过地发文,时余微时的朋友。 说要吃饭的约定有言在耳。百感交集。难过不舍。也只能想念。 如今虽然已经告别高以祥。但在2019的最后一天。也难免思念这位16年的老朋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